冬奥会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冬季运动比赛之一 滑雪和滑冰是冬季运动的基础 然而在盛大的冰雪比赛幕后 隐藏着一众建筑的基石 像保护每一位参赛者的安全那样 真是每一位设计师的天赋 让建筑长久并令世人愉悦 设计师和建造者为达到这一目标 已奋斗多年 我们也希望各国的运动员 在这都能打破奥运会记录 欢迎来到智慧中奥 跳台滑雪也许是冬奥会上最经典的形象 自从1924年跳台滑雪被纳入冬奥会以来 这一形象就不断地让全世界发出惊叹 一个身着彩色滑雪服的人 以高度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姿态 从特制的坡道上纵身一跃 以如此近乎恐怖的方式起跳 然后在空中飞行200多米 而后着陆 在冬季运动中 这无疑是最刺激而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I love ski jumping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ow like when you see them up top and maybe because as a young boy abc's wide world of sports and that ski that very famous ski jumper crashing off the ski jump before he even took off and it was very dramatic and then just the shots the way they have to time that release and and flight like tha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ski jumping that really appeals to me as a winner Olympic sport It's just I think it's very exciting 北京2022年冬奥会 跳台滑雪中心的设计师们 决心要呈现一件令世界难忘的作品 为此他们回望历史长河 找到了一件象征着好运 和长寿的吉祥物如意 千百年来如意寄托了中国人最美好的愿望 你知道这个大的跳台滑雪的赛道 它自然而然的能跟我们国家 一个很吉祥的想象如意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当然需要上面有一块下面有一块 但是您看看我们上面做的解释是一个很谦逊的一个环状的建筑 中间有一块是朝向天空 其实这里头不仅把中国的一些文化意向解释进去 大家容易接受 而且最主要的是也把我们在哲学上对山的一个概念加入进去 就是我们不去征服 我们是以更包容的方式去和山和自然做个对话 我觉得这个从建筑上来讲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赛道 它本身就是一个躺着的S型的这样一个曲线 那么非常契合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玉如意这种形状 那么如意的这个S型曲线正好呈现出跳台的这个赛道的形状 那么我们结合以后呢 那么也形成了我们现在叫成为雪如意的这样一个场馆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的认同更加自信 用我们的这个冬奥场馆也讲好我们的冬奥故事 雪如意这是一个特殊的设计 而雪如意所坐落的山谷也尤为特殊 咱们建在这个山谷的这个位置吧 它比较有利的地方就是两侧的这个山呀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防风的屏障 实际上跳台滑雪这个项目来说的话 对它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就是这个风 尤其是这个侧风 把它能够更好地保障那个运动员的安全和一个经济状态 我们要最后做这个曲线的时候 我们完全按照防风计算完了 这个曲线它就不是对称 而且其实如果你要完全按照防风计算完了以后 有一些地方的曲线是不连贯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做的选择是 把防风的必要性的程度用光滑的曲线连接起来 但不再去附加地追求这个对称 难题就是当时选址还是非常的有一定难度的 它旁边那个山其实有一部分是挡住它的 需要消减 然后它那个沟里面是那个山是比较悬空的 然后局部是要去填皮 然后局部是要去支撑起来 就是对整个设计的调整是比较大的 然后当时而且时间也比较紧 所以就我觉得当时选址调整这块 确实我觉得比较难 如同一切伟大的作品一样 世间节作能将想象与设计达成一致 建造它则另当别论 咱们这个地方海拔也比较高了 而且你在这里面还要进行一个爬山作业 然后你还要再抬着钢筋 背着这些个工具 採查的这些物料机械再去施工 确实是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工人的考验也是比较大 赛道边上那两翼 那个比较表现 颅翼这个整体优美比较造型的 这两个地方其实调整了很多次 一边哪边高哪边低哪边降哪边 升这个问题调了大概有一年多 就一直在关于这个问题都一直在调 如同坐落在北京城区中的那些奥运场馆一样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同样面临着后冬奥时代 他需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 当冬奥的冰雪运动员和这届终生难忘的冬奥会成为记忆的时候 他仍然要以新的角色与周遭的环境和居民和谐相处 我觉得可能从两方面考量 就一方面是从赛道的这个 就使用上来说 绝对不能只是极限于冬季 所以我们在想就是说 能不能把它就通过一些办法 让这个赛道的夏天能用起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也是研发了一些新材料和一些新措施 就一些能够在这个赛道通过一些防雪的材料的一个搭建和使用 这样的话 其实当时是受了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些委托 做了一些给国家队做一些训练的基地 实际就训练场馆 这个大跳台啊 比如说上部可以举办会议啊 像这种展览啊 甚至于像一些这个远跳餐饮等等的这些设施 都可以将来在里面来举行 那么中间呢 沿着这个赛道呢 布置了这个一些台阶 这些台阶呢 使得我们可以有一种类似于登山的这种乐趣 那么另外呢 在下部呢 在这个观众区呢 维一合而成的这个圆形空间里边 也放了一个足球场 也可以搭建舞台来这个开展 像类似于演出啊 新闻发布啊等等的 类似的这种室外的这种展示活动 那么这样呢 都使得这个场馆啊 在赛后呢 可以有多种用途 其实我认为 这些个运动员们也是一样 他们对这个竞技的一个追求 和我们建成了这样一个建筑 能够供他们竞技 我觉得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天然的风平障 两侧的这个山体 就是我们这个建筑形式 包括其他的一些设备设施啊 整个的运行状态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挑台 会出一个新的好成绩 北京冬奥会的另一个赛区 延庆赛区 坐落着一座独有的奥运村 隐于山林 这里也将成为来自全球 1400多名运动员的家 据我们考察历居的这个冬奥村 可能我们这么做的还真是独一份 因为在山地其实相对来说 因为冬奥会特别是这种滑雪的 在这个山地小镇是比较多的 但是以这种欧洲为主的这样的山地布局 比较少的用院落式的 通常是这种一排独栋来处理的 所以这个院落式呢 我们觉得还是挺有这种中国特色的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冬奥村 我们还是很有自信的 它是很独特的一个冬奥村 将奥运村坐落于层栏叠杖的山林中 对于钱欣瑜为运动员 描绘书式居所的设计师来说 无疑既兴奋又挑战 首先这个山地环境是非常有这个特征的 就是最大的特征是地不是一块平地 它是有坡的 就比如像这个冬奥村吧 我们冬奥村这个整个垂直落差是有这个60米 所以比如像我们冬奥村的这个布局 采用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散式的布局 而这样的布局的特色呢 就是结合了这样的一个地形地势 我们基本上呢 就是处理好这个地形 就是这个坡地 把这个坡地呢 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整理 而不是这个大的这个开挖 这个把它全都产平呀 这样虽然效率很高 但实际上整个这个山林特色就被破坏掉了 所以我们冬奥村的整个这样的一个组团布局 全都是这个衣衫就式 顺势来布置的 然后采用这种分散式的 让房子呢尽量小尽量矮 然后这样能够更好地融入到这样的一个山水中 伟大的工程背后 总有人倾注无数心血去启迪设计的灵感 绞尽脑汁地寻找最理想的方案 延庆冬奥村也不例外 我们这个冬奥村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我们在踏刊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遗址 这个真的是找到了一个原来就有的村 原来叫这个小庄户村 这个是在应该是在这个抗战期间是被荒废掉的 我们觉得这个小村的遗址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是一个起点 我们觉得这个是中国这个山村文化 山水文化 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如何在这个山林环境中生活的文化的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呈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传达的一个标志性 我们呢也有这个根据这个考古团队我们一起合作 对这个村落呢也进行了这个梳理 这个村落非常有意思 里面呢又有地道 包括有北方的炕 然后呢有磨盘 非常完整的一个村落 现在呢就变成了我们奥运村 一个最核心的这个室外的公共空间 也是我们这个山居园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际上是对我们现在后来这个建筑形式呢 是有一定的启发和引导的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东奥村嘛 实际上它原生态在这个基地上面居住的这个居民 比如它是用这种石头的这种基礼做出来的房子 那我们在想 那我们还在这个这片山地上面做出来的这个房子 实际上是基于这个现有的基地呢 也是有好像是从地面当中生长出来的 是用原生态的这种石头累气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材料呢 实际上也是用的这种石楼墙 也改进了就是原来这种垒气的这种方式 而是用这种龙庄里面石楼的这种方式来 表达这个我们在地长出的这种 这种原生态的这种现代的 又有传统气质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所以我们的建筑形态和美学的特征 包括这种坡屋顶的形式 木瓦的形态 其实都是基于山地 基于当地的这个民居的这个特色 而研发和一种创新出来的这么一种建筑形式 外观充满山林野趣 而在墙内 它则是一座充满巧思和便利的建筑 首先其实因为我们布局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散式的嘛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在冬季的这种环境之下 怎么能为运动员提供一个尽可能舒适的环境 其实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 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舒适安全 那我们要保证在残奥会期间 并且在重要的这个运动员的可达这些区域 全部做到全程无障碍 整个这个就是一个舒适安全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我们考虑到冬季 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冷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 又在室内设计了一条这样的一个暖囊 为的就是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 全天候的一个风雨的这么一个通廊 这个暖囊呢又通过一个特别的造型的一个设计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单独为运动员也好 赛后也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度增加的 这么一个全天候的这么一个考虑 将山林野区与北方村落结合 即便在冬奥会结束之后 延庆冬奥村依然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地方 将来呢就是不管滑雪冬季滑雪或者夏季啊 有这样山地运动的冬奥村 应该就是我们延庆赛区的一个大本营 赛后呢会转化成两个酒店 以及服务于我们整个这个山地公园 运动公园的一个综合服务的中心 当然从美学上来讲呢 跟这种一望无际的哈 这种辽阔的大地相比 山林实际上是有更多的层次的 它有更多的这个空间感 然后更多的神秘感 然后也有其实有更多的美感 比如说我们登上延庆的这个海陀山 然后你向远处望去 这个群山 一层层的群山 然后一层层的这个树林 它因为有空气层的这个作用 所以你会看出这种近景 中景远景的这个区别 你感觉这个空间是在无限的往前延伸的 那这种空间的这种深渊感 它会跟一种人的那种生命感会链接起来 就好像你的生命在往前延伸一样 就是因为空间的深远 可以带来一种时间的忧远 时间的忧远 其实是跟人的这个生命 生命是由时间来计量的 跟人的这种生命的感受是会链接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种山林它可以 我觉得或者山水它是可以带来这样的一种体验 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平台 那么多的室外空间 我们希望这个人是在这儿 能有一种鼓励你走出这个房门的一种空间 能跟这个大自然和跟山水去滑雪 去徒步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跟大自然的亲近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差异性所在 我觉得这个也是 是对我们城市生活的一个特别好的补充 我觉得这个可持续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人真正可以很长时间地去用它这个建筑 因为你这个不用做费 所以我觉得可持续最大的一方面是在这方面 自从有冬奥会以来 雪橇项目一直是冬季奥运会的主要项目之一 1960年冬奥会 是唯一一届没有雪橇项目的冬奥会 严庆赛区的建筑师们 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 建造出一条坚固冬奥会标准 和其独特性的赛道 就是最初我们其实从延庆赛区整体来讲 就是国际单匠组织要求我们 就是在设计这个场馆的时候 你必须要形成一个为赛后遗产做一个计划 从初期我们其实有四个选址 它们分别是有两条南北向的 两条东西向的 然后我们整个赛区呢 其实是需要在这个山林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山林场馆的形象 然后呢 我们雪橇雪橇的选址和奥运村的选址 其实是在那个深奥的方案中 是跟深奥方案不一样的 是做了调整的 设计赛道时 两个因素至关重要 制兵和照明 制兵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 也需要强大的体力 如果说要达到我们的发型的标准的话 我们要延续24小时制兵 至少要制三天 差不多要制1600多次 喷生雾状的制兵 每天基本上是两班的换着来 两班冷导 水里面有这个制冷系统 所以说我们在制兵的过程当中 像这个曲面 我们就应该开成很小很小的物状 然后先接上一次兵 然后在兵上再撒一遍水 就像循环渐进的 然后一直一直达到我们的比赛标准 这个兵面一定要光滑 像玉一样 然后我们每次制完冰之后 都要去浇整一下 绣冰 绣完冰之后再去保养一遍 然后这样的冰面做出来之后 像那个玉一样 国家雪橇雪车中心 将容纳雪橇雪车和钢架雪车的比赛 运动员你方唱吧我登场 这也意味着制兵团队的工作会更复杂 运动员滑行结束之后 这个会产生一些冰的一些碎屑 然后和一些那个冰会那个 因为风的问题嘛 风的一个影响 它会稍微相对来说会干一点 会稍微影响运动员滑行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养护 养护的话是浇水和清少 浇水的话是为了保证这个赛道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正常 使这个冰面更加光滑 由于天气的原因 就算没有比赛或训练 赛道也需要定期维护 这些冰面更加光滑 因为它冰面更加光滑 我们失去冰面 冰面更加光滑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光滑 在其他冰面上 你可能会离开 我们可能会离开 约12的冰面 在几个日子 你不必须触它 但是这里 如果我们不触它 我们可能会离开 我们只是失去冰面的冰面 但全部都差不多像其他车 国家雪橇雪车中心需要一个简单 但具有挑战性的条件 照明 良好的照明是这里的必要条件 然而雨光伴随的热 对于冰雪运动的场馆而言 是一种潜藏的危机 雪橇雪橇 这个赛道从最早的一个 从那个技术层面来看 它赛道是不能给阳光照射的 因为照射完了以后 它冰面会出现那种软化 因为它不会化 但是它的硬度会发生变化 而这种变化会带来一些 比如说它的速度降速 甚至带来一些就是安全性隐患 而在这里边呢 就是相当于我是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朋友 再说远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山体 我们在这个整个延庆的这个山体里边 实际我们是在南坡 这个南坡它带来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知道 就比如说南坡鲜化 北坡还有雪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情况 它南坡带来的这种能量比北坡大 而在这里边呢 就是我们得需要把这种能量给消瘾掉 南坡变成北坡 就是把它做一个大棚子给摘在手 这是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基础 其实除了遮阳的这些系统 我们整个赛道 1975米的赛道 它是不能有任何的影子 在赛道上面呈现的 而且呢 同时我们整个赛道 是直到到弯道 它整个线形是在变化的 然后赛道上面还有保护运动员的防撞挡板 我们其实在这个设计过程中 是碰到了一些问题的 就是当我们做第一段照明的一个样板的时候 当时国际单样组织专家来到现场 就认为不行 就是我们的那个照明的灯光 由于在这个过程中 它的挡板做了一些调整 那那个灯光照到挡板上面 挡板的影子就会投到赛道上面 所以他说这个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重新调整了我们的赛道的照明的一个布置方案 所以您去到赛道上就能看到 它整个照明系统 也是跟着赛道的变化而变化着的 然后保证整个赛道是没有任何影子 一旦赛道上面出现了影子 其实是会让运动员有一个误判的 他判断不好自己离这个边缘有多远 除了符合国际雪橇联合会严苛的要求之外 具有独特的中国审美 也是设计师们首先考虑的因素 其实咱们整体采用这个木瓦的这个方式 包括一种坚持木结构 其实也是想要尽量让它回归自然 因为毕竟是在一个山地里面 然后我自己这个小房子做的时候 然后是尽量不要多做造型 就是这个东西让它看起来像是一块石头 我们场馆呢就是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特征 尤其是像我们在山林里面 我们用坡屋顶的形式完成了这样一个小两公里的一个 单边悬条的一个木瓦屋面 就是包括我们那个立面的材料用了回收回来的石头做成石龙 就是等于从地场地的改造 取之于地 还之于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于外国其他赛场场馆来说都是很特别的 距离冬奥会还有四个月的时候 这里举办了测试赛 从这些如同蜿蜒在山间的游龙一样的高速赛道 获取必要的数据和信息 举办赛事的时候的运动员也是讲 教练还有都是说我们的冰面是他们见过最好的 说那个时候听到这个夸赞的时候 就是心里面特别自豪也特别骄傲 也是会保湿下去 会塞到这个冰面会做得更好 其实对于国内的这个多数设计师在讲 它都是一个特别是洗手节奏中心 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东西 然后从来没有见过 然后实际上的可供参考的也非常少 那我们面对这么一个未知的东西 面对的全部都是新的技术 那我们是要在这个里面 找到自己的一个创新点 然后我们自己去探索 我们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面对这种未知的时候 我建议还是要去勇于尝试 当你做过这个项目之后 对于自己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长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2022冬奥会 来这个非常美丽的延庆 体会到这个山林场馆 所带来的一个不一样的奥运体验 如果说国家雪橇雪车中心 所蕴含的速度与能量 将运动员和设计师 都推向了他们的极限 那么就在离那里不远的地方 另一种能量正在汇聚 那么它其实是早于东汉 为十多年前建的一个中科院的 一个太阳能吸热试验的这么一个塔 它有它承担的一个 就是科学试验的一个功能 在建这个塔之前呢 我们搞了一个国际招标 大概有21家投标 国内外有21家投标 都各种各样的都挺好的 最后纵标呢就是中建院 那么这个塔的造型呢 是取决于英虚的那个太阳的图腾 它是一个平面的图腾是平面 然后它拉长以后 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光往上走 所以它本身就是这太阳的一个图腾 那么这个塔我们从科学上要求呢 要有三个口 从向北有三个吸热口 这个口呢实际是要吸收太阳能 进入这个塔给它注入一些能量 大幅陀太阳能热发电塔 从实验测试到日真成熟 直到参与并往发电 与带有光伏电池的太阳能发电站不同 大幅陀塔可以存储能量 即使在没有阳光的时候 也依然输出它的电力 我们光合热要有两种应用 一种就是发电 还有一种的光合热要用于采暖 采暖的话就要在冬天用 所以我们把我现在做的一个科学院先导项目 就是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 叫夏热冬用 除了太阳能热发电塔 大幅陀塔即将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份 北京冬奥会标志性景观 我觉得建筑就是它包含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建筑师 你一定有理想主义的成本在里头 当你接收到现实的所有条件的时候 你用你的能力和你能够吸收到的所有元素 把这个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推到你的理想所在的一个最高的地方 然后当时这个选址 可能也寄托了人们 对它的一个就是景观的需求 我觉得它是比较优雅的 包括对白色的选择 其实都可能有很强的一个个人偏好 就是觉得它的这种纯洁 它的这种纯粹 在近120米的塔顶 奥运五环又有了空中的家 这座塔也有了一个新名字 海陀塔 与小海陀山遥遥相对 共同见证与纪念北京冬奥会 我觉得他们找到了 因为我们这次节俭办奥运 绿色办奥运是习主席提出来的 他们找了非常好的一个绿色元素 在这个绿色元素带来称赞奥运的元素 体现绿色奥运的理念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利用了这个原有的这个装置 或者这个建筑 它主要体现了绿色和奥运之间的关系 也同时体现了结前半奥运 就是您所有的新建 不要新建了 就利用现有的这个塔 从大幅陀塔回到北京城区 改造和升级那些2008年 北京奥运会场馆 并让他们在冬奥会中再次出场 北京赛区只计划新建一所场馆 由于它的设计如此新颖而别致 瞬间就夺取了所有人的目光 国家速滑馆也被称为冰丝带 就这样诞生了 冰丝带本身实际上就是按照可持续的理念在建设 就是说我们原来夏澳的曲棍球射箭的场地 那是一个临时场馆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后 我们在这儿一个场地上附建了我们的冰丝带 实际上我们这个冰丝带应该说跟鸟巢和水利方 我觉得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水火冰三个非常代表性的元素 这个共同构成咱们这个双奥之城 这个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群 从上面俯视它 它就像一只神秘的变色龙的眼睛 但若从下面仰视 它更像一艘精密设计的太空船 而它身上最吸引眼球的建筑元素 则是它自身的结构 被22条丝带包裹着 看似充满诗意和魅力的背后 需要异常复杂和严苛的建筑过程 我们这个屋底这个边是一个我们叫环行架 就像网球拍的那个矿一样 然后这是79队钢锁就绷到这个矿上 那我们建造的时候 是先把这个钢环把它放上来 就是我们在外面拼好了 把它拔过来 把它形成一个钢环 然后再把外侧的这120根木墙锁把它绷上 绷上以后 这个锁网在地面上已经把它编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整个把它提起来 提起来以后 把东西巷子把它挂上 挂到这个防航架上 然后南北侧这30对钢锁 我们叫同步张拉 张拉的时候 通过这个南北锁的张拉 就带动着这个整个锁网的变形 这整个锁网的变形又带着这个环航架变形 这个钢环变形又带着这个木墙的斜拉锁变形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拉这一个 这个南北向的锁 就相当于整个把整个体系就张拉完成了 然后这个锁到了位置以后 就把它把它挂到这个耳板上 就环航架上 我们这个结构体系就形成了 越是近距离观察这些丝带 你会发现它越复杂 这个就是一根锁的一个样品 这个粗细是实际的 但是它锁的长度呢 我们这个是因为做样品就缩短了 实际上我们最长的是198米 这个这样一个长度 所以大家想象一个锁 如果想是很轻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样品本身的话 实际上这个在安装的时候 也都是需要用雕车 用举臂是人是抬不动的 是不可能靠人来 然后张拉都是靠计算机控制 这个液压千斤顶 他们来张拉的 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的柔软那么的轻盈 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工程构建来讲 它还是很重的 尽管结构非常复杂 冰丝带的建筑过程本身充满了巧思 冰丝带建筑方式的本质 意味着它的建筑师 已经能够建造一个 以少胜多的杰作 而这次呢我们搜划管的结构呢 我们采用了大跨度的这种锁网结构体系 我们只用了几百吨的钢锁 就编织出了这样一个 这个实现了一个198米 乘以124米的实际上也是全世界在 体育场馆里最大的一个锁网结构 实现了一个高性能结构的一个效果 我们叫刚性能结构呢 就是说它可以用很少的材料 同样实现这样一个大跨度的建筑效果 这座建筑的外观固然格外引人注目 但对于它的内部 这座建筑不仅需要撼动人心 更要出色地体现它的核心功能 实际上来讲呢 就是我们说影响运动员 一个运动成绩 做一个好的冰场 有很多的因素 这里比如说 这个我们说制冰 我们这个制冷的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场馆的温度 湿度 风速等等 甚至包括我们的颜色 这个方方面面 实际上对这个一个运动员在这 运动都会产生些许的影响 对很多建筑师而言 他们的梦想仍是坚守着多年来的原则 梧桐奉闭制 花香叠自来 我们作为一个冰四代的建设者 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 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工程 我们说冰四代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们已经长大了 那么我们对运动员来讲呢 我们也说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也希望各国的运动员呢 在这儿呢 都能这个创造更好的成绩 能够打破这个奥运会记录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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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会总是乐于拥抱那些以艺术表达 作为主要评分标准的运动项目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 就像是在一块卸下轮子的巨大滑板上 铺上一层冰雪 我们就有了冬奥会最激动人心 最大胆刺激的运动场地 滑雪大跳台 手钢 我可以说这是 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很骄傲 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很骄傲 我作为喜欢看这项运动的人很骄傲 就是第一次 我们一直在说体育 或者大型事件的建筑能够和一个遗产 特别是过去的停止生产的工业遗产 能联系在一起 特别像奥运会这样大型的事件里头在利用 没有成为现实过 这次成为了现实 首钢工业遗址公园 位于中国首都的西部 这个曾经的钢铁世界散发出浓浓的工业气息 释放出一种令每个滑雪爱好者都感到自豪的粗犷气息 对于设计师和建筑师而言 能够满足一项未来超酷的运动潮流 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挑战 首先这个 咱们首钢园区是一个老旧工业遗址改造更新的这么一个园区 是一个工业改造的典型 然后首钢滑雪大跳台 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和工业遗产改造结合的奥运场馆 那我们在设计之初的时候 肯定要考虑到 它怎么来和这个整个工业大的背景来相融合 首先是我们可以看到跳台后面有四个比较高的 70米高的冷却塔 我们这个跳台选的这个位置 肯定要对周围的整个的天际线 包括我们这个寻冰湖做一定的照顾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跳台的高度降到冷却塔之下 目前我们顶部最高的地方是60米 我们在这个位置是48米的出发区 整个从天际线上来看四个高塔 然后加上我们这个跳台飞天的这个造型 是一个相当于是重塑了北京西部的这么一个天际线 那么下面的群冰湖可以看到 我们跳台是怎么把它降低的 就是压低到 把这个观众区压低到群冰湖以下四米 然后这样造成了整个一个天际线的构成 然后从那个对面的湖面看过来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这个观众席是 不是完全那个遮挡了整个的这个水面 它也会做一定的退让一定的考虑 大跳台诞生于韩国平昌冬奥会 这个诞生颇具人为因素 因为找到一个天生完美的大跳台斜坡 恐怕要耗费一生的时间 北京冬奥会之前 所有的大跳台都是临时建筑 它们就像吉普赛人的房子一样 随用随建 随走随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则不然 它的大跳台将会被永久保留 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世界首个永久保留的跳台 那在设计这个跳台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它赛后如何利用 是怎么一个可持续的方式 所以说赛后利用这块 我们也是分成了两块来考虑 一个是跟竞赛项目相关的 将来还会举行费雪 然后其他的世界杯 周际杯的比赛 然后我们也考虑这个跳台 给它用一个可变泡面的 这么一个技术措施 可以让它实现不同比赛的 不同泡面曲线的这么几种比赛 然后另一个就是跟年轻人 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 将来年轻人也会非常喜欢到这个地方 来打卡 然后还有可能做一些在跳台本身上 有这种观光的活动 可以看到整个我们这个 你要看到首刚改造的景观 然后包括西边看是东奥公园的景观 也可以去做一些跟跳台本身相关的一些运动 对于一个浸透着传统价值观的国家来说 中国古代智慧早已深藏于成千上万座 史诗般的宫殿和建筑的一砖一瓦中 新建的首刚工业遗址公园 就像冬日里一缕清烈的风 我觉得这将来肯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公园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开放 还在建设的过程中 已经是那个老百姓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 那么作为年轻人 肯定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时尚啊 能够网红打卡的地方 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sky one more time You've got your desires and I've got mine I've watched the clouds turn from gunite to blue From off to a bruise I think all this We don't need to say too much about the plays itself But what you see, what you hear, what you smell And what you touch and feel in the plays All impresses some kind of memory into us And that is the greatest beauty of architecture It creates memory that will stay with us In the rest of our lives Where the stars light up Where the stars light up We all know about the lonely rocks Hanging around up there in a tender box I'm saying a prayer to heaven tonight For our tears to cool the flower we ignite How many times can that big yellow balloon Smiling say good morning to the old man in the moon And who knows what you'll be dreaming of Where the stars light up Who knows what you'll be dreaming of Good Lord And who knows what you're incorporating